民間戲劇裡面,我們也可以常常看到有一個戲劇的演出 叫做周公鬥法的桃花女 那這一個故事呢,其實起源是來自於元代的一個雜劇 那這一個故事主要是講述周公跟桃花女,他們兩個人的故事 那據說周公呢,他有一個傭人,叫培政 那這個傭人呢,因為周公算到說他遇到一個災惡,可能會過世 那可是周公並沒有告訴他這個,要怎麼破這個山 怎麼破掉這個他所遇到的這個災惡 那後來桃花女呢,在姻緣祭會之下,幫助了這個培政 迷去這樣的一個災惡 那後來呢,周公知道這件事情之後呢 覺得非常的不悅 就是說桃花女呢,似乎處處跟他作對 所以就假借說要娶桃花女為妻 那其實是安排了七雙八八 想要這個去鬥這個桃花女 想要讓他難看 那結果想不到桃花女呢,用了各種方式 把這個七雙八八排解 那排解掉之後,像他的所使用的這些儀式呢 後來就變成我們現在常見的結婚禮俗的一部分 那後來呢,周公跟桃花女呢,為了這件事情呢 就是桃花女知道周公不是誠心要娶他為妻嘛 所以兩人呢,有一番爭執 那這個爭執後來呢,就是由玄天上帝呢 來做公親,然後促成兩個人的和解 所以這也是民間故事裡面經常傳述 或者是歌仔戲,經常演出的一個橋段